新聞板橋有一間幼兒園的學信女老師就發現說自己明明沒有消費買東西 卻多比了高額消費記錄出現 發現被盜刷了三十二萬元 這數字不是小數目 他立刻報警向銀行申請停卡 追查之後發現是男同事趁著午休偷走他的信用卡盜刷 買相機等3C的產品在變賣謀利 無信嫌犯盜案之後交出他的購買收據 一切到假期還有未造文書罪 進一步的移送法版 監視器拍到報文一男跑到相機店買相機 好爽刷卡沒分析因為用的卡不是他自己的 男子疑似在新北板橋的幼兒園工作 趁同事不注意的時候偷走他的信用卡 男子卻跑到10公里外的相機店買相機手機平板錄別人卡 以為都沒有人發現結果還是被抓包 35歲無信嫌犯在新北板橋一間雙魚幼兒園教英文 卻等歪腦接音偷女同事的信用卡倒刷 一口氣買了8萬8的相機 iPhone 14 Pro iPad超過32萬 徐姓女子近期發現多比的倒刷3C產品紀錄 報案後先申請停卡依據卡號追刷卡紀錄 調子監視器才發現是每天相處 同事倒刷還偽造他的簽名 我沒有看過他喔 沒有看過因為看的都是外籍的比較多 隔壁都是外籍的 切取他的信用卡在冒名簽名 倒刷信用卡來詐騙商家 涉犯切到罪 新式偽造文書罪以及詐欺罪 男子偽造亂簽名相機3C店卻沒有發現 實際上應該要有審核機制 購買金額高的商品和對刷卡人的簽名與證件 double check 雙重保障 記者台筆中午倒